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看到满天的繁星 脑海里装满了一问 这里是浩瀚的宇宙答案 一起探寻 我听到妙阵的大声 脑海里装满了一问 这里是多彩的宇宙答案 我们来看询吧 我们来看询 智慧树上 智慧国 智慧树下 你和我 智慧树前 做游戏 欢乐多又多 泡泡实验室 智慧树形球新的一天开始了 泡泡实验室里 做了什么好玩的实验呢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大哥 今天外面的天气好好呀 不如我们一起去郊游吧 好呀 好呀 我们是走路去还是坐公交呢 诶 大哥 不如我们骑自行车去吧 既可以锻炼身体 又绿色环保哦 哇 太好了 我很喜欢骑自行车呢 嗯 我也很喜欢骑自行车呢 其实自行车是一个很美大的发明哦 自行车从古代到现在可是发生了许多变化呢 哦 古代的自行车长什么样子呢 这个问题让知道点博士来告诉你 1791年 法国人西夫拉克制成了自行车 这辆自行车是用木头制成的 结构非常简单 甚至不能改变骑车的方向 当人们想要转弯时 需要下车搬动车子 1816年 德国人德莱斯在前轮上加上了控制方向的车把 这样的小车就可以改变方向了 但这时的自行车还都没有脚灯 需要靠脚灯踩地面才能推动车子向前走 1840年 英格兰的麦克米伦发明了三个轮子的自行车 还在自行车上安装了脚灯 但这辆自行车前轮大后轮小 行驶起来不稳定 在这个基础上 又经过后来很多年不断地研究 才有了今天的自行车 随着社会发展 对自行车类产品的技术专业性要求越来越高 公路车 山地车等自行车种类越来越多 真有意思 没错 大哥 我带你去泡泡实验室 再去了解一下自行车的构造吧 好呀 好呀 这个自行车其实是我们的好助手 那今天我们就带着小朋友一起来探索一下 自行车当中有哪些科学的道理 接触面积 哪里 车座是马上行的 这样是为了增加人与车座的接触面积 这样的话我们骑自行车的时候就不会很累 好 小朋友说到了第一点 说得很好 我再来帮你总结总结 你看看是不是这个意思 首先这个车座 如果说把它做得很细的话 我们都知道这个面积小了 对我们的这个屁股的压力就怎么样了 对屁股的压力大 我们就会有一种什么感觉呢 特别疼 对了 所以说骑自行车时间长的话呢 屁股就瘦不了了 对不对 没做很累很酸 所以说车座 首先我们要把它第一 面积要怎么样啊 相对的是大点好还是小点好啊 大一点 大一点好 另外呢我们做成这个相对比较舒适的 这个马鞍一样的形状 好的 谢谢你说得很好 谢谢 还有谁知道 来 请到中间来 自行车的车轮上面有很多花纹 这些花纹可以加大这个车轮和地面的摩擦力 可以让起到防滑的作用 说得很好为它鼓掌 我可在中间的时候也不惯 对 好 我们大家可以看一看啊 尤其是新车的上面 这个车轮上面的这个花纹呢 会非常的明显啊 对吧 包括这个家里的这个小汽车也是一样的啊 相对来说 除非是开的时间特别长 花纹磨得有点平了 新车的话都非常的明显 那这个花纹的作用就是为了增加摩擦力 那有个小朋友说了 增加摩擦力不就跑不快了吗 对吗 的确是这样 是的 但如果一点摩擦力都没有 这个车是跑得快了 但就怎么样了 滑了 可能停不下来就滑了 对 这样也是不行的啊 再提高速度都是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之上 所以小朋友说了 对 说得很棒 还有没有 好 你来 它这个靶捏起来是很软的 然后一捏它就会停 是因为有摩擦力 小朋友说到了这个其实叫炸对吗 你看我们一捏轻轻一捏有一根线就带动了两个黑色的部分 黑色的部分呢就和我们车轮的侧面接触 其实也是利用了摩擦力 增大摩擦力让车轮强迫它停下来 对不对啊 还有吗 还有没有 你还知道吗 自行车下面有弹簧可以减震 小朋友说得非常对啊 这个弹簧啊就是起到减震的作用啊 遇到比较颠簸的时候呢 这个弹簧给这个压力稍微的 缓冲了一下 缓冲了一下 是的 我们人体呢就不会感觉到有那么大的这种 颠簸 颠簸了 所以说你看从车座到这个闸 到这个轮胎等等等等 处处都是科学 哇 真是太厉害了 哇 自行车原来这么神奇啊 摩尔 为什么我们骑自行车也要像汽车一样 要看红绿灯呢 红绿灯属于交通信号灯 汽车是交通工具 自行车也是呀 所以我们都要看交通信号灯 哦 我知道了 红灯的时候要停下来 绿灯的时候才可以通行 太棒了 道哥 我们都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哎 道哥 我靠靠你 你知道为什么交通信号灯要选择红 黄 绿 这三种颜色吗 哦 这个我还真的不知道 泡泡实验室里就有答案 我带你去看看吧 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的 过马路的时候我们都要看什么呀 红绿灯 我们都要看红绿灯 看到红灯应该怎么样 停 停 看到绿灯 走 走 我们每天几乎都要看到红绿灯信号灯 但你们知道我们为什么选择这几种颜色的灯 来作为我们的信号灯吗 它是有科学原理的哦 当然了知道点博士 接下来呢 我们同样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好的 在我们的手里呢 也有蓝色 绿色和红色 三种颜色的这个玻璃纸 我们照在了这个手电筒的外面 这里有一盆清水和一盆比较浑浊的水 好 现在我们再次把灯光压暗 好 首先蓝颜色的打开 透过清水我们能够比较清晰的看到它 对不对呀 再看红色 能看到吗 看到 也能看到 最后我们来看 很清楚 对 绿色 都能看到吗 那这个清水呢 我们就把它模拟成这个晴天的时候 晴天的时候实际上不同颜色的灯呢 差别不大 这边呢 还有一盆比较浑浊的水 我们把它模拟成 比如说是阴天 或者有大雾 对吧 天气不太好的时候 天 对 好 我们来看一看 在这个浑浊的水后面 蓝色的灯 明显吗 不是很明显 我们再来看 红颜色 特别明显 来看 绿颜色呢 好像这种情况下 尤其是红色 特别的醒目 对不对 是的 好的 太棒了 是不是很神奇 神奇 所以我们在信号灯选择的时候呢 红灯啊 绿灯啊 包括黄灯 相对来说是比较醒目的 没错 红灯是最醒目的 那么绿灯呢 也是和它这个颜色这种差别比较大 所以说呢会让人有一个比较直观的感受 红灯的时候要停 差别很大的绿灯就可以通行了 这样的话呢 设置交通信号灯就可以让我们心中有非常深刻的印象 对 然后吃风的很清楚 哇哦 真是太神奇了 今天交友真是长知识了 绿灯了 我们继续往前骑吧 哇哦 桥上的风景好漂亮呀 是啊 道哥 我们相当于从河上骑过来了呢 多亏有桥呢 桥在我们生活中真是太重要了 为我们的交通提供了很多便利 是啊 是啊 有了桥 我们就能从河的一边很快的到达对岸 诶 那汽车也可以在桥上行驶吗 当然啦 道哥 桥的种类可多了呢 我们现在看到的拱桥只是其中一种 哦 还有这么多种类的桥呢 快告诉我呀 我带你去泡泡实验室你就知道啦 我想问问小朋友们 你们还见过哪些桥呢 我注意到大家也拿来了模型 太棒了 我们一一来介绍介绍好不好 我的是拱桥模型 它搭建的很简单 嗯 它承受一千多年 哦 这个拱桥也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是吗 我们看 而且非常非常的漂亮 对不对 这样的拱桥现在在我们国家很多地方 其实还能够看到的 很有历史 诶 那一辰小朋友这个桥 感觉好像 就是有一点点 这个桥面走的时候会不太稳吧 给我们介绍介绍 我带来的是吊桥模型 哦 可是它不能承受太重 对 因为它容易晃悠 对 而且这个吊桥 说实话 我本人就有的时候走这个吊桥的时候 还是心里稍微有点慌的 对 它就不如这个拱桥啊 还有我们刚才介绍其他的一种桥 桥面那么的稳 是的 一般是用来就是在一些比较不好建桥的地方建 对 只是过人 而且呢 好像长度还不宜太长 是吧 嗯 你像这个长江大桥啊 还有一些跨海大桥 你要建成吊桥 那就不堪设想了 对 一般是可能距离几十米 甚至一两百米 可能就到头了 是的 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些桥 那时候就厉害了 你像这个港珠澳大桥啊 还有这个杭州湾这种跨海大桥 那都是几十公里的长度啊 是的 就需要很大的这种施工的这种技巧和难度了啊 好 来看看蓝队这边 则宇你这个桥是 我展示的是斜拉桥 斜拉桥可以很长很长 我国最长的斜拉桥是苏通大桥 长度1088米 哎呀介绍的太棒了 真厉害 你看随着这个科技的进步 现在我们建桥的这个工艺和方法呢 也是不断的在改进啊 为的就是增强这种安全性和这种使用的年限可以更长 没错 最后莫涵你这个桥看上去怎么面积那么大呢 我展示的是立交桥 哦 我在路上还看见过 对 有的一些交通枢纽的地方 从空中俯瞰下去 就像小朋友拿这个模型一样 特别的这个纵横交错 四通八达 才构成了我们城市当中的这种交通网啊 太棒了太棒了 也是这个科技进步的一个标志了啊 好的 哎那您的这个桥是 我这个呢是五孔的拱桥 为什么它是五孔 就是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小朋友那个拱桥啊 它是单孔 比较短 在比较短的这种河面或者浆面 可以建造成那样 但这个五孔的话 它就是可以拉得比较长 就是比较长的那种河面 比较宽的河面 就可以建造成这样 不仅就是可以建得很长 而且也可以利用到这个拱形结构的稳固和美观 说得太棒了啊 如果说这个河面比较短的话 可能就像小朋友的那种一个拱的就可以了 如果说这个距离比较长 多个拱形 这样的话呢 包括这个平时要是水位上涨的时候 从这这个过去 也可以减小对桥面的一种压力 还是非常棒的啊 那接下来我也来介绍一种桥 大家来看一看啊 来 大家看这个 哇 这个桥好像很少见啊 奇怪吧 对 这个桥很少见 看好了啊 来 我们数三个数 好的 一 二 三 三 桥面直接分开了 对 就分开了 而且向上拱起来了 大家再看一看啊 一 二 三 是不是很棒呢 非常的神奇 看起来 桥面居然可以打开 哇 真的太厉害了 在世界各地 其实也都有特别著名的这种升降桥 你比如在伦敦就有 而在我们国家的天津 解放桥也是典型的升降桥 比较大的吨位的这种轮船通过的时候 如果说桥面的高度太低 过不去的话没有关系 这个时候我们只要把它打开就可以了 明白了吗 所以这种桥呢 也是非常非常科学的 真是太棒了 哇 桥在我们的生活中 真是太重要了 是呀 道哥 生活中处处蕴藏着科学奥秘哦 小朋友们要注意发现哦 欢迎小朋友们下载并关注央视频 一起去探索更多科学奥秘 请你像我这样做 我就像你这样做 请你像我这样做 我就像你这样做 嗨 小朋友们 一起去我的农场 看看我的好朋友们吧 好 走 我 我的农场里 有群小母鸡 吵吵又闹闹 鸡鸡鸡鸡鸡鸡鸡 爱吃青菜和小米 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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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鸡�� 拜拜 嘎嘎嘎嘎嘎 他爱见谁坐雨下 嘎嘎嘎嘎嘎嘎 他是我的好朋友 嘎嘎嘎嘎嘎 我的冒场里 有群小百兔 爱吃胡萝卜 蹦蹦跳跳跳 他的耳朵竖起来 蹦蹦跳跳跳 他的尾巴像荣裘 蹦蹦跳跳跳 蹦哥和摩尔 这是奥运会的马拉松比赛 马拉松比赛是国际上非常普及的常跑比赛项目 在1896年第一届奥运会上就被立为正式的比赛项目 跟体育场内的跑步比赛相比 马拉松比赛的距离非常长 全程有42.195公里 如果在标准的400米跑道上进行 选手需要跑100多圈才能完成比赛 所以马拉松比赛一般都会选择在比较开放的城市道路上举行 除了场地比较开放 马拉松比赛对选手的要求也没那么严格 无论专业运动员还是业余爱好者 大家都可以紧在一起参加比赛 所以马拉松比赛在世界上很多个国家都非常受欢迎 大哥 马拉松比赛距离这么远 来看是不是奥运会比赛所有项目里最长的运动项目呢 当然不是了 在奥运会所有比赛中 比赛距离最长的项目是男子50千米公路静走 静走是在旅行走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它比我们普通走路的步幅更大 频率也更快 按照规定 静走运动员在任何时间都不得两脚同时离开地面 这一点也是静走和跑步项目最大的区别 大哥你看 在刚才的马拉松比赛和静走比赛中 居然都有运动员在赛场上喝水 难道他们这样不犯规吗 在马拉松和静走比赛中 运动员是可以喝水的 这是为什么呢 马拉松比赛和静走比赛的比赛距离都特别长 运动员持续的运动会流很多的汗 这样会让他们的身体失去大量的水 如果不及时补充 不但会影响运动员的发挥 甚至还会影响他们的身体健康 所以在比赛路线上会有很多的饮料站 除了用来喝 有的运动员还会不时的把水洒在身上 这样做是为了帮助他们降温哦 小朋友们 今天我们了解了哪些比赛呢 马拉松比赛和静走比赛 没错 我是大哥 还有我 我是摩尔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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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很耐心啦 我们很高兴 小朋友们耐心啦 我们很高兴 小朋友们耐心啦 我们很高兴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大家好 我叫徐家凯 我喜欢做水宴 我也对算数很感兴趣 我还会帮妈妈摘豆角呢 咱们一起来捡果子吧 小朋友们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下载央视频 点击关注智慧术 里面有更多精彩内容哦 小朋友们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